出议者 而在备诉案件开庭前选择起诉 似乎更加耐人寻味 为了反制这个诉讼而提起的一个诉讼 那么搜狗对此是怎么看的呢 是不是想找一个平衡 是不是给人告施加一个压力 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去应付 这是没有问题的 今天的民生热议 我们首先要来关注的是文明执法的话题 执法人员和执法相对人 发生摩擦或者冲突 甚至出现暴力相向的恶心事件 这些年可以说在各地都屡见不鲜 那么大家不禁要问了 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当中 怎么样还算是在文明执法呢 最近河南就出台了一个相关的规定 对文明执法做出了很多非常具体的要求 最近出台的河南省行政机关 文明执法若干规定征求预见稿 把文明执法问题细化成了四种情况 第一执法过程中 如果对方情绪激动或者有过激言行 执法人员应该冷静处理加以劝导 第二在受到轻微攻击的时候 执法人员不能进行回击 应对对方予以警告 第三如果执法人员遇到恶意阻挠 和野蛮挑衅的时候 应该及时上报 第四对于以暴力威胁的办法 阻碍依法执行公务的行为 应当及时报警 最值得注意的是规定中的第二种情况 在执法人员受到轻微攻击的时候 执法人员只能警告而不能进行回击 那么轻微攻击应该怎样界定 受到轻微攻击的执法人员 采取容忍的态度 是否就能有效的把可能的冲突 限定在轻微的范围之内呢 河南的这样的一个规定 尤其是有关轻微攻击的规定 一公布就引发了众多网友的热议 那我们就发现呢 大家围绕这个轻微攻击 这四个字的解读是不大一样的 有的网友就说 轻微攻击指的就是推扫拉扯 谩骂 也有很多的网友认为 轻微攻击的提法实在是太模糊了 这个概念没有办法去界定 但也有评论说 这个规定富有新意 富有启发 体现了文明执法的真谛 接下来让我们再把事件转向云南的昆明 我们来说一说行政问责 在普通老百姓的印象当中 行政问责呢 就是追究重大安全事故 和滥用行政职权的责任 但是在昆明 法治日报的记者 最近在采访的时候就发现 行政问责已经成为了常态 在昆明啊 几乎每个月都可以从媒体当中的 找到有关领导干部被问责的消息 从去年到今年的9月底 行政问责人数已经达到了399人 所以觉得工作压力大 就成为了昆明官员们的 一个很普遍的感受 有一些被问责的政府部门 一把手就说 以前啊是嫌官小 现在不了 因为官越大 责任也越大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 昆明呢正在变得越来越好 昆明的一位退休老师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就评价说 20年来 昆明从来没有这样的干净过 建设性的批评 这应该也是问责制度的本意所在吧 稍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共同关注 感谢观看